Wolf Media的各位观众 我的各位粉丝听众 大家好 我是尹柯 很高兴再次和大家在Wolf Media的平台相见 这一个我的直播室的机位 刚刚全部的打造完成 打造完成之后 把第一个视频又献给Wolf Media 包括之前我个人频道 包括Wolf Media 我做的视频 就是我提到过我的信用卡销售 那是基本可以很明确 中国大陆No.1 因为我一个财年 我完成了3760户 就相当于一个team一年的任务 平均每个月完成300多户 所以我2008年到2009年 这一个财年 我的个人收入 我刚刚进入银行体系 仅仅是银行体系的皮毛 就信用卡 不 是非正式的一个合同工 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当年的收入已经超过了 就40万人民币一年 这个呢 就让我叫做 让我感觉到自己的才能 得到了施展 那么很多人 他说 尹柯 是不是因为你的娘舅是姚泽厅 是不是因为你的哥哥是尹凯波 包括浙江省外经贸厅的尹洪亮 也是你哥 是吧 包括绍兴国家电网的 尹小梁也是你哥 是不是因为这些原因 是不是因为人脉 那么这个呢 其实是兼而有之 但是我相信再好的人脉 也无法成为整个Sales里面的No.1 整一个体系里面销售的No.1 因为2020年的武汉肺炎 因为这个中共的肺炎 所以有几个我的老观众 他问我 英克 我的儿子 今年 某某大专毕业 读的是金融 你看 有没有什么办法 让他到哪个地方去锻炼锻炼 我直接给了他一个人的名字 我直接给了他一个电话 我说 如果你不怕你儿子掉到染缸里去燃 那么你 我推荐你打这个电话 你告诉他 不要说是谁介绍的 你就说告诉他 引老板介绍的 他一定会要你 第二个月 他的父亲给我打了个电话 也是我的一个老粉 他说 小孩很好 一个月的收入一万多 第二个月 小孩子很好 一个月的收入几千块 八九千块 第三个月 又回到了六千块钱不到 五千多块钱 他说 因为很简单 同学的关系用完了 朋友的人脉用完了 第四个月开始 才是真正进入到一个 就膜拜起 就真的去陌生拜访客户 大家可能很清楚 第一个是保险 第二个是信用卡 这类型的销售 一般的人时间工作的不长 很少有人工作的时间很久 自己的人脉 自己的渠道一用完 基本就不再有很好的业绩 那么影科当年的时候 是怎么样做到 全年平稳 全年的No.1 这个可能跟政治无关 但是更多的人希望我来聊一聊 我工作的第一个月 我去的确实有可能是 那个浙江省委 因为大家都清楚 娘就姚泽廷是发改委第一副主任 那个时候发改委又是高配的 是吧 所以大家很清楚 他的这个职务安全量 那么我当初的时候 经浙江省委省政府呢 又是横着进去 我开着我的车 直接就按一下喇叭 我就能进去 但是第一次其实是受到阻挠的 第一次我到浙江省 省政府省委省政府门口 他们 省府路 他们把我拦下来 他说你找谁 我说我咬着听 他说那你给他打个电话 他说你给他打个电话 然后我说 这是他秘书电话 你自己跟他说好了 我把他秘书电话亮了一下 然后他说那你进去吧 这是一个 后来呢 我有的时候 出就出他的那个门 保安的门 有的时候 给他们美人丢包烟 因为我原来在银行的时候 哪怕我去默拜客户 我也有不少的香烟 但是我从来不抽 就有的客户 有的我们有的那个同事呢 会把这个香烟呢 就卖回到烟店 但是这种cheap的事情 我是从来不做的 那么其实最早的一批客户呢 确实这个最早在练习销售的时候 确实 第一个 我是上完他 有的同事是上完他 一天的培训 他就去开始做sales 我是系统的学完他的信用卡销售 整一个技巧 我才去 我十足上了他三天课 一开始的时候 就整一个班培训的人40个人 第二天20个人 后面培训七个人 七个人不打瞌睡的 我估计只有我自己 因为那个时候 我清楚 我不能进入到一个 这种不专业的境地 我必须专业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大儿子 嗷嗷待哄 我的父母也垂垂劳矣 虽然他们有退休工资 虽然他们有很高的退休金 但是这是他们的 跟我已经没有太大关系 我既然从一个五类的小县城跑到了杭州 我到这里 我就是来赚钱 我非常清楚 好吧 那我第一个膜拜的地方 其实就是浙江省为省政府 我门敲进去 因为门口一看 名字 我胆子很大 名字一看 胆子 我说某某林 我看过 就是处级以上干部 我不敲门 我知道人家不会帮我 我就跑到这种最最普通的办公室 某个处长 我就不敲门了 没有意义 然后人家办公室的人资格老一点的人就会问 你谁让你进来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姚泽青的侄子 然后他说 你电话打通 然后我给他秘书打电话 然后我说我在某个办公室 他说你要干嘛 我不说 他说这个小伙子是姚泽青的侄子 对对对对 好 人家也不多问干什么 没人问干什么 好 表格一填 身份证一拿 你照片一拍 你的工作证都挂着 正装穿好 工作证挂着 人家一看一弄 也基本都会给面子 就一天 二十张表格就完成了 省委一个个办公室 就搂过去 太多了 一天二十张表格 一个礼拜一百多张表格 就上去了 领导一看到这个单位 吓到了 他说 你有什么关系 我说我没关系 他说你怎么进得去呢 我说我把人溜进去 是吧 你只要是 省委省政府的 包括食堂里面 那个洗菜的 他都能办 因为他都有个工作证 省委省政府工作证 他都有社保 他都有养老件 他都能办 这是最早 第二个 就是一些高校 高中 高中 我母亲的 第二周 周末就回家 从母亲的床头 偷了一个通讯录 什么母亲的 什么通讯录 偷出来呢 就浙江大学 EMB 校长培训班 EMBA班的通讯录 偷出来 塞到口袋里 第二天拿到 那走了 走了以后怎么样呢 跑到一个高中 杭州境内的一个高中 到了校门口 我说我找某位校长 某位副校长 他说你是谁 我告诉你 你给他电话打通 你告诉他 蒋小春的儿子来 然后呢 他一说 他说你进去 往哪里走 往哪里走 等会那个某副 某个副校长 他在办公室楼下等你 因为我知道 我母亲这个人员 一定是特别好 我母亲的同学 同事关系都很好 娘就特别多 这个就是他沾光 一去 然后我跟他说 我在平安银行 我在深圳发展 那个时候叫深圳发展银行 我在深圳发展银行工作 我说这个月任务完成不掉 你看能不能帮个忙 叫你的同事 了解一下 然后呢 校长 副校长 他有分管的 有的分管 就政教处 政教 就有的分管教育线的 有的分管后勤线的 那我母亲的那个同学 有些分管政教 我对学校太了解了 然后他呢 给年纪段主任打电话 按他你去过去好了 年纪段主任一去 高中一个年纪段 30个老师 一填 填完了 另外一个办公室 一填30张 另外一个办公室 一填30张 那个校长 主管副校长 打电话 叫那个老师办信用卡 都会办 只要你有工作证 他都会办 这个也是这么一波 当然这个就不是自己的能力 这个呢 只是叫做 叫什么 叫顺势推舟 当然你也得胆大心细 你也得对教育系统熟悉 因为我的从出生 除了六岁以前 读小学以前 小学初中高中 我都在盛州一中成长 我对高中的那一套东西 太熟悉了 所以啊 对熟悉的下手 当然还有陌生的 到了后来 你会发现 我不能依靠于这些东西 这叫关系 这些东西用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最多三个月 就用完了 那么后来是怎样的 后来我跑到这二医院门口 这二医院门口 我跑到他们夜班的 每个科室的 就值班的那个地方 开始坐在旁边 还是正装 还是西装壁挺 还是衬衣 还是工作证 人家也知道 这是办形容卡的 但我跟那些 这个衬衫是皱的 西装是劣质的 人不一样 我一到那 点开麦当 点开肯德基 点开必胜客 点外卖 肯德基的蛋挞 必胜客的披萨 点 先投资后收获 到一个点 特定的一个点 那些护士都下班了 那些护士都下班了 我都准备好了 我跟他们说 我说今天晚上 宵夜我请客 人家莫名其妙 我说蛋挞披萨 我都给你们买好了 都放在桌上 你们 我说你们也不要到食堂了 就那个花钱的 我这个不花钱 他说你有什么事 他说你有什么事 我说我是银行的 工作证给他看 我说你们每个人 帮我填两表格 凌晨一点钟 十二点多 十一点半 十二点 一点钟 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 是吧 我就这样 人家下了夜班 辛辛苦苦 本来还要走 走两百米路 到单位的食堂 还要花七块五毛钱 八块钱 去吃宵夜 我这里宵夜都给他准备好了 两个蛋挞 是吧 一个热饮 两个蛋挞 那个时候是多少钱呢 五块五 一杯饮料 是三块 买一送一 买一杯饮料 送一杯豆浆 就由他们挑 八块钱的成本 办出来一张信用卡 多少钱呢 一百块 好 护士搭出来 看到了以后 你这个披萨 品种 我拿两块 我说你这甜品 你随便吃 我说你里面同事有 再叫出来 帮我办了 好吧 好 他说 今天有个银行的 在外面办信用卡 宵夜全部给我们送好了 你们想要吃的 就每个人工作证 量一下 身份证量一下 有些身份证没有的 微信夹你 微信夹你 第二天把身份证 发过来给你 那身份证如果没有看到 你得跟他合个影 人家小姑娘也乐意 那个时候 人年轻 长得又帅 不像现在这么肥 这么胖 好 这一医院 这二医院 邵一夫医院 事一 事二 事三 浙江省人民医院 杭州的医院 吃了我大半年 我们 西游卡部的老板 包总 看到我的 这个单子 啥了 你怎么一天到晚找好单位下手 不是医院 就是学校 就是政府 对吧 我说 这个就叫能力 我不回答他 这个我就叫能力 后来 我的信用卡的销售 确实变成了中国大陆 No.1 当然还有很多的 种的技巧 这里我就不一一 这个曝光了 为什么呢 这个是吃饭的 这个是留着吃饭的本事 这个就不曝光了 将来 如果国内 有些朋友 要拜个师 学个义 我可以传授一下 一个月 370户新户 平均 300多户 300多户 为什么呢 不能再高 高的话 你税要高 不划算 不能低 一低 那你这个收入 就不够你 日常的 不够你的日常的 太低也没意思 拼命的 一个月 平均交400张件 到了 每个月的 7号8号 300户就出在那里了 要出多少户 完全是看你兴趣 这个单子是一叠叠 平常的一般的客户经理 拿20张单子 一个一周 拿20张单子 我一周 拿200张单子 做完了 再得去问他 拿200张单子 就信用卡申请表 那个时候 确实 2008年 我确实 是平安 就深发展的 Top Sales 平安的Top Sales 2009年 我虽然转了航边 但是信用卡的业务 我一直没放 为什么呢 这个东西来钱快 这个玩意儿来钱快 而且每个月来 其他的KPI 你跑了半年以后 才给你绩效 跑三个月 才给你绩效 有的跑一年 才给你绩效 信用卡 你现跑 现给的 这个钱是最最实在的 到了银行 到了客户经理岗位 我依然 一个人 帮整个分行 营业部完成任务 帮整个分行 完成任务 是吧 各个支行 的行长都知道 是吧 分行营业部 前进下面 有个信用卡销售高手 是吧 我的业绩 在整一个行里面 都是top 整一个平安体系 整一个生发展体系 都是top sales 好 很快我就迎来了 第一次 进入深圳平安银行 平安大学 有培训的机会 很快我就迎来了 很快我就迎来了 升迁 而且 我的 这种销售技巧 当然 我给人家 培训的都是皮毛 都是皮毛 还核心的 我不传授 核心的内容 我不传授 很多的 这个销售技巧 我也被载入史册 18 19年 有一些 有一些看我 收看我视频的粉丝 他说 确实 那个时候 我去杭州的平安 培训的时候 李宗俊先生 叫宗俊哥 他就拿你当年的案例 给我们做培训的事 很多银行都是 现在包括中信 新业 中信 新业 华夏 包括我们自己的平安 基本的商业银行 都是拿 蒋网正 当年2008年 拿1760块人民币 到杭州 经过七年的努力 做到分行 行驻 行长驻 交付给零售业务的 副行长使用 在杭州 九套房 三辆车 有路虎 有奔驰 把这个内容 作为培训教程 我自认为 我绝对不是一个 行内的一个 就是科班出身 我自认为 我也不是说一个 非常厉害的人 就是每一个人 有每一个适合你的行业 每一个人 有适合你的 圈子 中国有句古话 叫做 王侯将相 另有总户 你不要气馁 并不是说 你一定要出生在 什么样的家庭 你的背后是谁 当然 有很多的东西 是因为你 你后面 有什么人 而得到省钱 但是 我告诉大家 在做信用卡销售的时候 真的 有人 我有 我们家族 我们家庭 有一些关系 这个是其次 更重要的是 胆大欣喜 敢开口 我前面提到的两个案例 其实都是 大家说 因为你妈的 校长培训班的同学 因为你娘舅的 浙江省委 省政府的一些关系 但是 跑医院 这个绝对不是关系 到后来 我帮企业 解决一些问题 企业帮我完成一些任务 这种的合作 我把它放到下一期再说 好 我是尹克 很感谢大家收看 我府密电的频道 我希望每一个观众 都可以订阅 我府密电的平台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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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